- 韓劍,我是韓國人,我們是打獎和獎 然後今天是我們蔡煌520登記 然後果不其然又被韓國人說種掌聲鼓勵 而且今天超好笑是 看到蔡煌毫不猶豫 放棄了自己當時選舉的主軸抗中寶台 然後跟一個中國的國父孫中山鞠躬 我不知道這些台獨的小朋友們會怎麼想 他不是要抗中寶台 其實我們今天媒體還捕捉到我們的蔡同學有沒有 哇,開口唱這個中華民國的國歌 也簡稱也是一個中國的國歌 哇哦, unbelievable 各位朋友,完全被韓國人說中啦 然後今天我又看到蔡煌怎麼樣 今天登基大典的時候 也在那講這個兩岸論述,你看 果不其然嘛,都跟韓國人講的一樣 又是希望啊,兩岸和平發展啊 然後啊,堅決就跟之前講的一樣 這個一國兩制啊,之類的 成槍爛跳,講得一模一樣 各位朋友,到底在幹嘛啊? 不是要抗中寶台? 我今天還期待你獨立成台灣國耶 我一直在等,各位 我真的,我從早上他們這個活動 我就把手機放在旁邊 雖然我在睡覺有點懶得聽 但是我還是勉強勉為其難的去努力去聽 但是我一直聽不到有關台灣國的事 我只聽到蔡煌提到中華民國 哇,瞬間自己就變成韓國人昨天講 對岸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我們是中華民國的中國總統 那請問一下,絕青們怎麼不出來抗議一下 請問太陽花的咧? 蛤?09萬? 沒關係是不是? 啊,又沒關係喔? 喔,是因為你們的人睡又沒關係喔? 所以以前馬英九那些 都根本也沒有怎麼樣 台灣當時也還沒跟對岸統一 啊,就是賣台喔 喔,原來如此 哇,你們的標準是這樣喔 所以我今天整場看完啊 我真的是啼笑皆非 尤其像剛剛韓國人講 今天最經典也就是他跟這個 中國的國父孫中山 哇,那個敬禮,那個鞠躬 哇,我都覺得他的腰蠻軟Q的 你知道嗎? 都非常的彎啊 你知道彎到不行啊 而且看到這個台獨的工作者 這個賴清德 現在是我們的副總統啊 也彎得非常 各位很悲哀耶 你知道嗎? 到底你們在鬧什麼? 到底你們在鬧什麼啊? 你們還嫌台灣不夠亂嗎? 所以你們講的話都不用落實囉 哇,我真的沒有看過一個 從怎麼樣就職典禮就開始跳票 哇,還超屌耶各位朋友 從就職典禮 之前說抗中寶臺喊了一整年 這個選舉期間 喊到我真的 一直整天問你要怎麼抗中 你要怎麼抗 你要教我啊,你要怎麼抗 結果最後選上了 然後一就職馬上跟中國低頭 跟韓國人講這個中國的國父低頭 很多絕情還不知道 對不對?很多對岸的朋友都認定 我們孫中山就是我們 華人、中國人的國父 那今天蔡同學 這些最討厭這些中國的 要抗中的就跟他敬禮 你不覺得很荒謬嗎?各位朋友 所以我現在只想 到底在幹嘛? 台灣到底在鬧什麼? 請絕情拜託 說服我好不好? 有個理由說服我好不好? 你一直要讓台灣人覺得自己是台灣人 不是中國人 然後你還要跟中國低頭 然後你還要跟這個中華民國的憲法 然後中華民國的憲法裡面 就有兩岸統一一錢 蔡毅宇又不敢修 你們到底在幹嘛? 而且啊 為什麼韓國人一直跟大家講 這些都是欺騙你們的大內宣? 因為今天外交部就說了 史上最荒謬的話 你今天一打開新聞啊 你打個蓬佩奧啊 就之前真的唬爛說 我有看過這個武漢實驗室 這個流出來的資料 我都知道證據 結果最後又說 又說委屈了 又打自己臉了 對不對? 我相信大家都還記得 這個壞人蓬佩奧 也就是美國的國務卿 就你今天你一打蓬佩奧啊 基本上你搜尋到都是什麼 史上首次美國國務卿祝賀我國 這個蔡同學就職外交部 重大異議 振憤 美國國務卿首次發表聲明 祝賀台灣總統就職 然後還有什麼 美國國務卿 聲明祝賀我國 總統就職外交部 意義重大 哇你看光這三則新聞 各位朋友 今天都一直瘋狂在西版 然後非常多絕情 都覺得哇非常亢奮 以為真的是怎麼樣 我以為真的是史上首例 但是對韓國人來說 真的是覺得啼笑皆非啊 我真的我不知道台灣曾幾何時 好像一個美國人來祝賀 好像就是一個什麼樣 世界No.1 就像這整年來齁 這個尤其蔡同學在執政 一直整天說什麼 啊我們以後有突破啦 美國跟我們關係史上最好啊 其實我看到我真的覺得笑了一下 為什麼 因為你回去看看馬英九嘛 OMG 這非常多新聞你們都可以去查一下好不好 馬英九2008年當選小布希怎麼樣 發賀電啊 小布希是誰啊 就當時美國總統啊 在22日晚上宣布當選後啊 讓馬英九內心相當感動 他說啊 當晚收到美國總統布希的賀電 其中有一句話 台灣這次這個總統大選過程順利啊 深具民主自由的意義啊 可譽為台灣是亞洲啊 世界的民主燈塔 面對得來不易的肯定啊 大家應團結意識啊 共同建設台灣 這個是當時小布希發的賀電喔 請問一下蔡同學咧 而且當時馬英九也沒有整天怎麼樣 沒有整天在那 欸欸欸欸欸 史上最突破喔 史上最棒喔 各位朋友 韓國人已經講過一萬多遍 我們都很清楚台灣的狀況 尤其中華民國的狀況 以現在的地理位置 我們就是幫美國當看門狗 那你今天當看門狗 其實我覺得主人怎麼樣誇獎我們 我都已經覺得不以為然了 坦白說馬英九被小布希誇獎 我也不以為然啊 但是我不知道 曾幾何時 今天我們蔡同學可以拿一個 國務卿的一個賀電 史上最突破 這不是笑掉大牙嗎 而且最好笑什麼 2012馬英九又連任 當時擊敗這個蔡同學 然後當時又誰發電腦 歐巴馬啊 各位朋友 歐巴馬也是說 這是台灣是亞洲最偉大的成功故事之一 就發賀電給馬英九 美國總統歐巴馬發表 這個賀電 恭賀馬英九當選 電文中說 台灣已經證明自己是亞洲最偉大的故事之一 歐巴馬說 兩岸和平與穩定 有利於美台關係 馬英九將於520宣誓就職 當時還有誰 還有美國的國務院發言人 維多利亞奴蘭 祝賀馬英九當選 並且 讚這次的選舉 結果是台灣民主的選舉的心理成悲 他在白宮發出聲明中說 我們跟與台灣人民共同分享 兩岸和平穩定而產生的深遠利益 各位你們有沒有聽到一個key point 當時歐巴馬他是非常認同什麼 馬英九對於兩岸和平 尤其這對岸的同胞當時怎麼樣 我們大家在馬英九那段2012 比較多的這個兩岸互動的協議啊 或者未來的這個自由行啊 或者是這個兩岸直行啊 馬英九都做到這些東西 當時兩岸的人民相處得非常的怎麼樣 融洽各位朋友 融洽到連美國都點頭都說 哇我覺得太棒了 請問一下美國舔共嗎 蔡同學美國舔共嗎 817們美國舔共嗎 所以我那時候很生氣啊為什麼 為什麼韓國人會積怨 就是常跟大家講 我就是從太陽花的時候 就堵爛到現在 為什麼我現在整天那些絕情 恨得我牙癢癢的 因為他們根本搞不清楚 有前面這段啊各位朋友 以前美國是怎麼樣 是希望我們兩岸和平 那韓國人也覺得和平就是正確的啊 對不對 那馬英九說到做到 但是蔡同學從上一年要抗中保台 然後搞的全台灣人 這些投他的人每一個都怎麼樣 每一個都說 哇我們要捍衛台灣民族 我們要保衛台灣 就自己一上任跟中國的國父敬禮 都跟中國有關 然後也沒有獨立也沒有成功 完全都沒有也沒有順利的抗中 馬上親中 然後在那唬爛說啊好像台灣史上 哇跟美國關係有夠好 那民進黨這幾年 不就一直在宣傳自己跟美國最好了 結果好笑的啊 馬英九小布希祝賀 歐巴馬祝賀 而且馬英九基金會的這個執行長 他也受訪表示啊 我方與美國關係啊 好是一件好事啦 但不必刻意拿來宣傳 你看人家的態度是這樣 各位朋友 所以為什麼韓國人覺得 超唬爛超騙的 什麼跟台灣史上關係有夠好的 我想就覺得好笑 馬英九時代跟美國關係 如果你要以現在比的話 請問一下川普去哪裡了 還是川普只想要我們的台積電 我們當時小布希第一時間 歐巴馬第一時間都祝賀這個馬英九 祝賀這個被你們說舔共的人 請問一下到底誰有問題啊 各位朋友 到底誰是騙子啊 而且好笑的來啦 這個發言人也說啊 這個馬英九的這個執行長啊 也說啊 這以美國啊 並未提案啊 祝我國爭取WHA為例啊 這蔡政府啊 應注意啊 我國需要實質的好關係 不是口惠實不治的關係 講得真好 驚到爆掉啊 馬英九時代又可以進去這個WHA 又可以跟兩岸關係怎麼樣 齁大家相處的非常好 然後兩岸人民也互動的非常的深 而且美國也是支持 美國也是OK的 我不管那時候的大環境是怎麼樣的架構 但是走和平路線沒有人會說不啊 各位朋友 這不是最好的價值嗎 結果我們蔡同學現在 就像韓國人昨天講的 她的2016年的選舉的兩岸的這個政見裡面 竟然寫什麼 台美軍事合作 好像就是要嚇阻對案 既然在兩岸關係 兩岸這個政見裡面 想要台美這樣合作 那你不是就想要衝突嗎 就真的很丟臉耶 然後還有臉說你跟美國史上關係最好的 狗屁放屁 而且啊 2016年啊 蔡英文首都當選總統 當時也只有美國的國務院發言人科比亞 發賀點 內容近視感謝馬英九 內容為 美國感謝馬英九總統努力發展 和美國之間的堅強夥伴關係啊 並對於近年為促進海峽兩岸 這個聯繫啊 所採取的具體措施啊 鼓勵讚揚啊 美國舔共 人家當時蔡英文當選 結果這個美國的國務院發言人科比 竟然是祝賀 也不是祝賀馬英九啦 就感謝馬英九啦 然後2020這個蔡同學當選連任啊 美國國務卿龐貝奧發賀點啊 今天是這個蔡同學就職啊 美國國務卿首次發賀點 外交部宣讀啊 這是彭貝奧的這個賀點啊 說這個好像很厲害啊 各位 好像史上投一次啊 這騙子啊各位 騙子啊 所以為什麼韓國人 每次都叫絕青 拜託你們去看看 過去的政治 你再來跟韓國人辯論 其實你看完了 你就完全認同韓國人在講的啦 就這麼簡單啊 因為根本不是一個什麼 史上什麼有的沒的創舉嘛 你管他什麼時候 你就職祝賀也是祝賀啊 你當選祝賀也是祝賀啊 哪有什麼創舉 創舉全部都是包裝出來的 騙你們的 你要不要習大大爺來祝賀一下 那你們會講什麼 那個鴻門宴喔 奇怪祝賀到底有什麼 就跟馬英九這個發言人講的一樣啊 這個也沒什麼好宣傳的啊 台灣真的有過悲哀耶 現在被那個蔡同學搞的 人民都走向這種 沒有自信耶 你沒有自信 你要怎麼跟對岸壩啊 你沒有自信 你難怪會被騙啊 從今天就職第一天就被騙 馬上跟中國低頭 馬上希望遵守這個兩岸的條例 希望互相的怎麼樣 這都蔡同學講的啊 希望兩岸這個互相發展啊 抗中寶台咧 而且最好笑的是 這個前副總統啊 頒給他這個中山勳章啊 我想到就好笑 你應該頒給他正南榮勳章啊 頒給他中山勳章幹嘛 笑死 這是噁心透挺的 這群騙子 舊子還在騙 騙騙騙騙騙騙 一直騙 這滾蛋吧 等著我們反撲吧 惡心什麼 嘿 好啦如果有覺得今天啊 這個舊子啊真的有過騙 記得幫我按讚 然後幫我訂閱幫我把小鈴鐺打開 如果任何下方 我也在下方留言 我們下次見 拜拜 嘿嘿